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主愛唱和高聲 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 怎能满体验泽 我住出了种家 买我回来归他 我尽愿一杯十字架 忠心一路跟他 我尽贴下一切 为要得着几度 神也四也万般不屑 又何时我回顾 我爱我的救助 我求他的真实 为他只顾 爱一遍苦 礼仪变为损失 你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稣 除你之外 我爱在天和归 在地和所爱慕 艰苦反对飘零 我尽已该不离 只求我住有你爱情 绕我灵魂身体 现今时何不多 求主使我脱尘 等你再来我及常说 哈雷路亚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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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家人们 平安 今天是周末 你的心情都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要起来QT之前 我们先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真有智慧 一切的智慧都从你而来 今天我们在QT当中 要更多的蒙你的引导 要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 一切真智慧 谢谢你 请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和你的祷告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家人们 本周我们的QT 已经从明数季转到真言了 而且我们要一直的QT真言到九月底 所以今天我就要简要的 我们一起来认识真言这卷书 真言的写作目的 在真言第一章四到五节 他就提到 我读给大家听 他说真言写作目的就是 使愚人灵明 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得着智慕 所以真言就被归类为 诗歌智慧书 而这里所说的智慧 不是一般属地的属人的智慧 而是指信奉基督的属神智慧 所以真言一章七节 他开宗明义的就说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悔 甚至真言到九章十节 他说的更清楚 他说什么叫真言所言的智慧 他提到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真言的属神智慧 今天每年的标题 它定标为恐怖的灵舍 可见今天的内容跟灵舍是有关的 对不对 为了让大家不要害怕碰到恐怖的灵舍 恶灵舍 所以我把标题改为比较正面表述的 何谓智慧人 我也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智慧人大享平安 是今天的21节到26节 第二个部分就是智慧人与人互动 是27节到35节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部分的智慧人大享平安 21到26节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 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 景象的美事 你就坦然行入不致碰脚 你躺下必不惧怕 你躺过睡得香甜 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以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 无限路网楼 21节提醒我们 若我们谨守真智慧和谋略 那什么叫做真智慧和谋略呢 就是26节所说的 以靠耶和华按他的同管原则 顺从他而来的准则和规范 因为真言这个字 这个字的圣经原文 就有统治管理的意思 也带有权柄准则与规范的意义 所以当我们按神的准则规范行事的时候 就必走正确的道路 神就必保守我们的脚 不会落入仇敌所设的计谋网罗 所以我们当然就享有大平安 躺下不惧怕 躺卧水香甜 连突如其来的恐惧惊恐 都不能叫我们害怕 失去平安 约翰福音呢 14章27节呢 耶稣就有跟我们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愁 而且不要胆怯 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 他讲得更清楚 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呢 耶稣也清楚讲 我们有苦难 可是放心 耶稣胜了世界 让我们大享平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在我牧区有个姐妹 他的爸爸其实 从小其实不负责任 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 都是妈妈照顾他们长大的 那他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 对不对 这个姐妹已经38岁了 最近呢 爸爸生了重病 那爸爸自己呢 就住在新竹这样子 那因为生了重病 然后就是医院就打电话 联络他们家人说 因为爸爸的病 重到新竹医院 没有办法处理 你必须转到台北马街 那呢 就这样子转到台北马街来 那你知道吗 到台北马街 这些看护费是 费用是很高的 对吧 可是呢 真的很感恩 这个姐妹没有因为爸爸过去 不管他们 不理他们 她就没有管爸爸 她呢 照着圣经 神的原则 她愿意的照顾她的父亲 所以当爸爸转到台北马街的时候 她想到哇 要请看护费 而且爸爸还有很多其他的状况 这个到底下来哇 那不得了 而且呢 就很感恩 当他转到台北的马街呢 他们发现爸爸可能有费结核 所以一定要住进负押病房 而负押病房呢 只有主委马街才有 所以呢 他们就 就是台北马街 就把爸爸转到主委马街 而负押病房呢 是连家人都不能进去的 所以呢 也不用请看护啦 哇 真的很感恩吧 结果呢 就是那些护理师就来照顾她的爸爸 那呢 当爸爸就是身体状况好转 要从负押病房 要转到普通病房 这问题又来了 对吧 因为转到普通病房 就要请看护啦 二来是什么 因为主委 主委 主委马街离她 因为姐妹住戏子 太远了 对吧 加上邀请护理人员 怎么办 其实是很伤脑筋 对不对 神奪感恩 就神恩 应该说奪感恩 因为她按着神的旨意 神就让她突如其来的惊恐 也不用害怕 当然她会害怕 不过她就祷告嘛 依靠神嘛 结果呢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呢 她就跟姐姐 就是两人 就是隔天 就是去照顾爸爸 可是她白天她要上班 不可能去 你知道多感恩事 没有想到 这个主委马街 他们走到普通病房 这些护理人员非常好 他们不仅白天 帮爸爸 清理大便 因为爸爸行动不太方便 而且还帮爸爸刮胡子 亲爱的家人 你觉得可能吗 好感恩 对不对 我们给马街医院 特别主委马街的护理人员拍拍手 真的他们非常好 就这样子 她就跟姐姐轮流下午 跟下午去照顾爸爸 所以呢 就不用到目前都还没有请看护 而且你知道吗 爸爸本来是不受洗的 结果呢 经过这一段时间 她照顾爸爸 这段时间 爸爸遇到这么多的马街 护理人员这么好 你知道吗 爸爸现在愿意受洗了 我们把荣耀归给主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吐气来惊恐 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依靠耶和华 就大享平安 智慧人大享平安的原则 就是依靠耶和华 按神的准则行事 那第二部分 我们就会进到 实际的智慧人如何与人互动呢 就是27节到35节 我来 我们一起来读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 不可对灵社说 去吧 明天再来 我必给你 你的灵社 既在你附近安居 你不可设计害他 人未曾加害于你 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不可极度强暴的人 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悟 正直人为他所亲密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 赐福与义人的居所 那他击窍那好击窍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 愚昧人高深也成为羞辱 现在的家人们 这里所说的 跟灵人的互动这些呢 不只单单是指跟灵社 邻居互动而已 乃是指 真言这边所指的是 泛指跟所有的人互动 比如说你的邻居 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提到两种人 就是恶人跟义人 那什么叫恶人呢 就是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他有提到什么呢 乖屁人为耶和华所憎恶 这个乖屁人呢 这个乖屁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文是指走错路 走弯曲的路 不正直啊 就是不是走神的路啊 相对于后面正直人 所以乖屁人呢 就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 就是恶人 那相对的正直人呢 就是走神的道路的 正直人就是义人 就是守身的路 就是施行神的法则的人 那在这里呢 我把这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 稍微归纳 你会发现 就是义人跟恶人 就是乖屁人跟正直人的差别 在哪里呢 义人呢就是二十七二十八节提到的 速速行善行的人 这边二十七二十八有提到什么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 不可对灵舍说去吧 改天再来我必给你 就是神乐意我们 速速行善 这是义人 那还有呢 义人还有什么呢 就是谦卑的温柔和平的 在三十四节他有提到 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 那因为谦卑的人呢 就不会怎么样 三十节跟三十一节 就是恶人提到的 跟谦卑的相反 就是极度真净 三十三十一提到说什么呢 说就是呢 人未曾加害于你 不可无辜与他相争 也不可极度强暴的人 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所以呢神要我们怎样 不要激妒别人 不要真净 还有呢三十四节提到 不要击窍人 什么叫击窍 击窍就是嘲讽人 乌阿苦人这样 所在人际的互动里面 智慧人呢 要懂得速速行善 要懂得温柔 谦卑 和平 做和平之子 而不尽到极度 真净 嘲讽 嘲讽 极窍人 提多书三章一到二节呢 我也透过提摩泰 提醒提摩泰呢 要教导众人 我读给大家听 提多书三章一到二节 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顺服做官的 掌权的 尊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毁谤 不要真净 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 这边有提到 雅各书呢 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呢 雅各也提到 你们中间 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极度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 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极度 纷争 就在何处有老乱 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永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透过今天的真言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要做智慧人 倚靠耶和华 行耶和华 所赐给我们的真言准则 我们就会大享平安 在实际的应用里面呢 我们如何与人互动呢 求神帮助我们 看到有人需要 我们就要速速行善 而且我们用谦卑 温柔和平 与人相处 除去我们的极度 来光照我们 是否我们在 与人的互动当中 我们是否有看到 临摄 看到周围的人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否有 把神给我们的祝福 速速的与人分享 当年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否 向着这个经上所说的 速速的分给人 而不是单言呢 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在我们与人的互动 在我们与 不论是我们的家人 或是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朋友 我们是否显出智慧人 的一个形象 不仅供应他们的需要 而且也能够 谦卑温柔和平的与人相处 秋神光照我们 特别照我们的口舌 我们是否有带着温柔 带着谦卑 还是里面充满嫉妒 充满真净 甚至喜欢挖苦人 嘲讽人 我们再三十秒 我们让圣灵来光照我们 以至于让神的真智 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我也有助 使用大功能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 透过今天的QT 求你 赐下从你而来的真智慧 而且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人的好灵舍 让我们成为你在地上 见证你的智慧人 叫你得着当德的荣耀 谢谢你 请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和的祷告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祝福大家 祝福各位家人 让我们今天做个做人的好灵舍 hold to be 属神的智慧人